大家好 之前我们专门有一个视频 是关于蝴蝶兰怎么剪枝的 最近刚好有一匹蝴蝶兰 又快可以剪枝了 所以我就展示给大家看一下加深印象 之前那个片子 点右上角可以看到 剪枝的全貌 当然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你是想把它一下子剪到根 或者说你只是想在我们说的 第五节的地方剪枝 先来看这一颗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你可以看出来在第四节的地方 发出来一个小芽 可是这颗呢 还没剪的时候 它比较特别 自己从第五节呢 发了一只花出来 你看第四节 这个第五节 它发了一整只花出来 长得非常迅速 所以我们当时没剪 就留在第六节 现在那第六节 它又长出一个小芽来 所以凡事是都有例外 当然你不可能样样固瘸 你要有取有舍 所以我还是会建议大家 在第五节上面剪一下 因为一只上面如果留的太多的话 它这个花也都开不大 当然如果你会把它剪到根部 这样子发出来的 会是一只比较健壮的花茎 得到的花也就比较大 你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你看这个花 它就是从根部发出来的 这个花茎非常的粗壮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花开得非常的大 非常的漂亮 所以也就是说完全取决于你想要什么样的 想要多一点汁多一点花 也或者呢 你只是想要一只比较大一点的花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只花 它这个花已经开完了剩了一朵了 所以我就决定从它的根部把它剪掉 因为现在夏天是休眠期 你把它剪掉了以后 你就可以开始换盆 让它在休眠期好好地休养生息 等到秋天的时候 长出一个比较大比较粗壮的花茎 然后深秋就可以开花了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颗花 这颗花有两只花茎 买来的时候就带着两只花 这种双花茎的一般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促使它 发出两个芽来 当然个别情况也会发出两个芽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家里种的时候 比较难得到两只花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把它都从根部剪掉 可能下次出来的就只有一只花 在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想保持它的两个花茎的话呢 你可以像我们在剪枝里头说的 从第五节 就是第四节的上面把它剪掉 这样花呢 就会从第四节或者第五节的地方发出来 这样你就会有机会 再一次得到一个双花茎的兰花 这种机会是不是很多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颗花 这颗花有点不太一样 这颗花当时是剪到根部了 它的花茎还没有开完花的时候呢 从第四节的地方就冒出来另外一个花茎 上面也开了几朵花 你可以看到 所以我就舍不得给它剪掉 就让它留着了 这样就形成了这种状态 前面开完了 第四节上另外还有一些花 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你看这个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你看从第四节上就发出来了一个新的花芽 这个例子比较有意思 我们当时在第五节把它剪了以后呢 它自己在第五节上发出来一个花芽 这个花芽特别的细小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你如果想要在第四节第五节的地方剪 可能得到的就是一个很小的花 还有朋友给我留言说 剪到根部是剪到怎么根部 你看这几个例子 这几个茬都是原来剪过花的 你可以留个一公分 也可以留个两三公分 只要不要伤到根都可以 好像这一只 如果你觉得这样太长了 就再剪掉一些也没有问题 那些在第四节第五节上 又长出新花芽的剩下的枝条怎么办 我会把它剪掉 省得它消耗养料也不好看 就把它剪了就行了 好像这两只都是 如果正在开花期间 同时发了好几只 有一只开完花了怎么办 你为了不影响它的美观 也不想让那个枝条吸收其他的养分 所以我的话我会把它剪掉 这样来保证其他的花 会开得更健康一些 你看它这个花芽前面 还有很多花没开呢是吧 另外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其实兰花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 这里发了一个花芽出来以后 我不小心把前面都碰掉了 可是它自己在那个结的地方 又发出来一个新的花芽 所以它自我调整状态很好 你不用太担心 关于具体的如何给兰花剪枝 我专门有一个视频 您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视频观看 因为我居住的地方是非常寒冷又干燥 这个主要是针对我这个地区讲的 其他地区的朋友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适当的调整一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您点击右下角的院子 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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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的观看